地震后各界的爱心捐款陆续涌入 为在吉安乡的慈善会 12号也由主委陈美女捐赠100万元善款 给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希望能够传达金木娘娘的慈悲关怀 让受灾民众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地震过后各界爱心善款陆续涌入 为在吉安乡的慈慧堂 12号也由主委陈美女捐赠100万元善款 给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希望可以传达金木娘娘的慈悲关怀 让受灾民众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因为这就是我们母娘主婢 看来这些人的政材这么严重 母娘就有这个意思是 要来办这个活动 也让人家处理 我们要帮助她的就帮助 多少少这样子 这是我们母娘的心意 市长渭嘉燕感谢来自各界的善心关怀 她再次强调会妥善运用善款 帮助有急难需求的民众 今天很谢谢我们圣地指挥堂中堂 那我们的主任委员陈美女女士 那真的非常谢谢她 那我想在慈爱基金的这个部分 还有捐赠慈爱基金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会将她的善款 我们会实际的多加利用 然后帮忙所有的弱势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有企业跟个人 都可以跟我们施劳客做一个联系 那我们也希望将善款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那有中低收有需要的民众 都可以来施劳客这边做一个洽询 魏嘉燕表示 附建之路非常漫长 施工所会尽力协助受灾民用 度过困难时刻 借助会幻视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